今天不是华硕零耀坡14和16这两个笔记本 还是一个台式级DIY台式级 外观你们之前已经见过了 有点羞耻有点凉 我马上开箱 开箱前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是中正电脑 快钱到一万多块钱不等 大家有自己的方案 也可以联系我们的网店客服 配置我就不一一展示了 你们自己研究一下表格 主要还是机箱和显卡 貌似还有名字 我也没看 这面有名字叫做花架樱桐 看你们留言才知道 那叫吊带袜 三线是240冷排的水冷 其实饭不糟 纯粹为了美观 前面的三个白光的风扇 也没有散热的作用 只是为了美观 这是整机的样子 RGB内存我一般不会主动用 因为价格高 也不提升实际的性能 但在实际的装机中 RGB内存占比非常大 我们很多开车的机器 都会被要求换成RGB内存 打开了AMD的3A的加成 我因为要出门 先跑工业软件 回来了也跑完了 我是和3080Ti放在一起比较 其实A卡在这方面 还是很有优势的 互有胜负 显卡6700XT是12GB的显存 192V的显存位宽 GD6的显存 三星的颗粒 台积电的7纳米的制程 2560的核心数 这是CPU-Z的跑分 微星的PBO一共有默认的4档 我设的第三档 没有设最高 其实按照我的意思 PBO都不要开 我宁愿演示的差一点 你们到时候好一点 那是最好的 因为是240冷排的水冷 单烤这种CPU 完全轻轻松松 现在只有80度 114W 4.59G 其实是4.6G 4.6G是全核频率 双烤显卡的频率是2.475G 64度 185W 显卡的功耗比6600XT要高很多 环境温度23.4度 照应53.5分贝 冷白的出风口是38.4度 插前板上395W 这是一个600W的金牌电源 就算把CPU升到5800X也没问题 双烤时的CPU是82度 4.52G 109W 显卡2.47G 73度 185W 这是开放式的机箱 我停下了CPU单烤显卡 还是在2.47G 74度高的一度 185W 内存是3600的双通道 那肯定很高了 50.4G每秒 63.5纳秒的延迟 三级缓程也很好 605G每秒 你们记得5800H笔记本的CPU 才出来的时候才100多G 200多G的三级缓程的速度 那时候都是AMD有问题吗 老板的鲁达是总分74万4000分 CPU17万3000分 显卡49万7000分 这是一个6核CPU R15跑到将近2000分 我觉得设置应该放低一点 因为台式机散热不会有问题 也不会降速 223我只跑单轮 没有跑10分钟 223的多核是12025分 非常高 柱状图不同CPU的差异 你们自己看一下 单核1582分也非常高 相信游戏的表现也不会差的 PNWiET的硬盘3689分 是P3E3.0 之前跑过 我就不详细跑了 格式工厂前视频152秒完成 我们开车的5900X的主机快76% 5800X的主机快25% 微信的GP66 i7 11800H8核的CPU慢4% 用PR检视频37.5764秒完成 3DMarkCPU是8528分 显卡是12909分 柱状图相互之间的比较 比如说台式机的3060低53% 台式机的6600XT低36% 笔记本的3070低21% 笔记本的3080低3.6% 台式机的3080Ti高很多 高49% 四个星条引领点全屏显示 1920×1080最高画质 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偏A卡的游戏 109帧比3080Ti还高 直接比笔记本的3080高了31% 这就是一代显卡了 古墓令的五种模式全都跑一遍 111帧3080Ti是150帧 开光追以后降了很多55帧 1920×108082帧开光追 157帧3080Ti是171 笔记本的3080是136 最低画质206帧 已经是非常夸张的高了 柱状图你们可以暂停一下 差不多是在台式机的3070Ti和3080Ti之间 跑分的全屏一下 你们自己看 Sysgo最低画质 好像帧数蛮高的 694帧 荒野大标客 我是默认的画质设置 这游戏的画面确实挺漂亮 OK这是结果 分辨率是2560×1440 这是画质设置 我们看一下 好了 实际的跑一下 现在在一百零几 八十几帧 在这个范围 八十几帧到一百多帧的范围 CPU4.0G到4.85G之间 显卡在2.2G CPU55度 显卡62度 显存占了57% 这个位置什么都看不清 只有70帧左右 72帧 再把纹理质量改成高 再试试看 差不多还是这个帧数 这个游戏 有没有一个种的设置 好了 大概就这样子了 战地5没有开光追 最高的画质 2560×1440 120几帧 CPU67度 4.75G 显卡70度 99%的占用 2.46G 显存占了一半 想要帧数更高的话 其实没必要了 1920×1080会更高很多 永结无键 画质设置是最高 分辨率是2560×1440 现在80帧左右 CPU52度 20%的占用 4.6G左右 显卡63度 99%的占用 2.51G 12G的显存只占了26% 发生战斗以后 现在在70帧左右 好了 就这个帧数 又改成了分辨率是 1920×1080 现在有120几帧 120帧左右 这是APX的画质设置 已经拉到最高了 2560×1440的分辨率 进来以后 帧数在140帧 不到一点 120几帧 刚刚一开始 有一点卡顿感 现在没有了 我觉得这个游戏 不是太吃配置的 现在一直保持在140几帧 这都已经是最高的设置了 144帧 现在在空中 飞还是140几帧 这游戏有点开放世界的意思 已经爬很高很高了 远处还发现有个飞船 这边有怪兽 而且你发现怎么跳都摔不死 他第一人称视角比较不舒服 扔炸弹的时候 会在40帧左右 绝地求生全屏显示2560×1440 全是超高 对着天空300多帧 跳坛的过程中 1780帧 其实这个帧数 已经是非常高 非常高了 落地以后100帧出头一点 130几帧 在房间里130几帧 在野外跑步 140几帧 改成了2560×1440的三极致 这时候帧数能达到200多帧 200多帧 这个帧数就没有必要积蓄了 已经远远超过 我们实际的需要了 再说一下分辨率是2560×1440 坦克世界其实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帧数 是2560×1440 极高了 就最高的画质了 这个地图我非常讨厌 现在帧数在160几帧 CPU55度4.52G 显卡65度2.45G 160几帧OK了 就这个帧数了 这种低级房居然达死两个 英雄联盟2560×1440 最高的画质 现在在6700帧这样子 单核性能强的 在英雄联盟里面是最有体现的 这个人是不是比英雄要好看 这游戏也确实是不怎么吃配置 发生战斗以后还是会有三四百帧 在敌人老潮战斗的时候 也会有400帧左右 他应该叫新旧大赞算了 全是发的激光武器 不对 应该叫能量数武器 A卡说的挖空的影响相对比较小 但市场做的太烂了 大家都只知道RTX都只知道光追 我们行业内的讨论 MD还是一个CPU公司 并没有把显卡放在重心来做 否则你看这台显卡7纳米功耗 性能帧数都很好 你像6600XT 明明性能在3060和3060Ti之间了 但是没什么供应 有供应大家也不太认知 现在市场大环境 对于A卡来说 其实是天时地利加人可 让N卡去挖空去发财去 AMD赶紧去占游戏市场 占DIY市场 结果并没有这一处 现在N卡的价格不是矿在托局 而是在源头 源头要挣钱 在推高价格 现在最新的消息 是明年的新的刀法的卡 还会再涨 笔记本和台式机都是 它要吃利润的大头 这种环境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只能做市场决定 回到今天机器 今天这个机器 完全不是性价比取向的 不是我们平常那种 比如说这个机箱就很贵 比如用了240冷排水冷 根本没有必要的 演示的这套方案 价格是10,899 我还做了一个 比较性价比取向的 用了平常我们用的 微星的机箱 其他稍作调整以后是 9590 基本上大的性能不会有影响 主要是在外观和价格上 另外还有6800XT 6800XT其实大多数人犯不着吧 然后硬盘加到2T 电源加到700瓦 价格是13699 还是今天这个外观 如果说用便宜的 性价比的方案 是12199 我回头看 是不是有时间 把它给演示一遍 因为马上还开箱笔记本 这个机箱有两个缺点 一个是前置的USB 只有一个 第二个 因为全开放的机箱 在满载的时候 照应会比正常全封闭的机箱会大一些 其他就没什么了 找我们是在淘宝的首页 搜中正评测 望望名是四海之内接兄弟 也可以到公众号来扫码 这样不会找错 公众号是中正电脑 4个中文字 不是中正评测 不是中正测评